出大事了 认识她的时候 我还不是偶像 只是一个会弹琴 喜欢唱歌的人 但有些路 走着走着就偏了 因为害怕失去名利 我不承认自己的种种过往 为了保住台前的孵化 我否认和她之间的种种美好 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 把她推向悬崖 任凭全网顾及 我不仅否定了我们一路走来的感情 也否定了最真实的自己 我们331现在有家咯 我们也一定会有一个家 等我红了 他们没有人再能管我 我要亲着你的手 告诉全世界 我爱你 所以在这里 我想真诚地对她说一句 对不起 这是 这么一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 好 那从今晚后 肖贝贝这公众号的商务部分 就由我们公司全程代理的 不过你放心 我们公司的上下所有员工 一定会竭尽所能去帮助你 范总 你太客气了 其实这次的事我还要多谢您 要是没有你的帮忙 后面的事情我肯定也办不成 在开始写下篇推文之前 我还是想先了解一下周然的情况 关于那个封杀事件 这个也不是不能办到 不过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方琳跟周然其实已经解约了 而且方琳强烈要求周然 赔偿所有违约金 多少呀 这个数字具体我不清楚 但周然在变买家产 所以这个数字一定不是小数字